初二回洋家 记得和妈妈一起收看 媳妇的美好时代 当人家媳妇 一定得管住男人的心 管心 管 管心管位 管手管脚 还管钱包 谁管钱 谁就是老爸 中天娱乐台 周一至中午晚间八点 媳妇的美好时代 政府打房 结果打出了奢侈税之后 房价有变低吗 怎么看到今年第一季 第二季房价都还是一直在涨呢 越涨越让人觉得说 哇真的是没有办法买房子 内政部公布的这个房价呢 恐怕台北人要平均15年 不吃不喝 才有可能买下一间千万的房子 看了好几间屋子 郑先生很满意这一间 只是28年黄金地段的大楼 58平每平开价就要100万元 总价算一算5600万 想机身有壳足 买房要下手真的很难 当然是没有办法的啊 我现在其实很多 我有介绍人家说 300多万的房子 去偷偷买100万而已 那就连100万 现在其实我们年轻人 身上都要有20万的存款 那他已经算是在 在我们朋友面前算是还蛮有钱的 买房真的很困难 但烫金地段市出量不多 房价居高不下 根据住宅需求去年第四季 想买台北市房子最凄惨 得不吃不喝15.3年才买得起 新北市买房也得10年都要进食 全台湾房价所得比也高达9.3倍 创下8年来新高 以25到30岁的年轻人 首购族来看 每个月扣掉劳健保3万元收入 想买个1000万的房子 都得不吃不喝将近28年 甚至台北市光连一间厕所都快要买不起 当然房价当然过高啊 可是问题是 那你要检讨搞不好是因为我不会赚钱啊 你要会赚钱觉得房子很便宜 随便出手两三户再买啊 基本上走过足或是一般上班主要买不起的 房价太高就是买不起 即使奢侈税打房 房价今年一二季还是逆势看涨 想买屋还真的得快横距 因为房子涨价速度永远超过赚钱幅度 中日新闻战争宗宏人台北 天方报道